今天呢6月1號呢是我跟Indira在一起的兩週年 然後呢去年呢在她生日的時候呢 我們就一起訂了這個法國巴黎的機票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是她不知道的 其實呢我偷偷訂了她夢寐以求的一個酒店房間 這個酒店房間一晚上要三千塊錢馬幣 而在我身後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就是呢 Eiffel Tower 這間酒店最特別就是呢曾經在網上報 這個酒店可以在你自己的房間裡面看到整個Eiffel Tower 她是不知道呢她今天住的酒店的房間裡面是看得到Eiffel Tower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呢她等一下知道這個驚喜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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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的廁所看起來是很有時尚稿的 空間也剛剛好 沙發 床 後面這一扇門是什麼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這是她們的 煮櫥 ? 欄櫃 帶子 嗯 還有什麼 還有那封的東西 他們的咖啡機 這裡還有保險箱 收音機 ㄟ 巧克力 我們應該都要另外付費的有牛巧克力 哇手 好啦 她說廁所在後面 這個BugTub 大小根根好 然後這邊看出去是什麼 這是他們的街道 這個酒店有很貼心的地方 準備了一個手機可以讓你帶出去 上網的 它所使用的燈光都是像這樣子的 有設計感的 然後寶貝我們看好這個房間 你是不是很好奇呢 這個房間的對面就是這個窗簾這裡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們去看一下 來 好開心 好開心 iPhone Tower 這是你一定要做的對不對 寫不寫 驚喜 好開心 謝謝你來還我們3000塊錢 是 今天我們準備了香檳 還有甜點 就賺在你的3000塊裡面了 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突然間又覺得好像有一點點不錯 因為它有包括香檳是送給你的 還有甜點 然後你看身後就是怎麼樣 巴黎鐵塔 完了 我剛發覺到一個非常神奇的一個東西 原來這個鏡子在我前面 前面的是有乾坤的 它的設計是像是放大鏡一樣 所以你如果坐在我現在的位置 這個沙發這裡的位置 它就是準準剛剛好 就是一幅畫你看 完美耶 它大小是在鏡子裡面剛剛好的 可是如果你往前走你看 你看 它其實是非常小的 看到嗎 我們從鏡子這裡往後退 然後呢你會發覺到 這個iPhone Tower慢慢變大 而且是在正中間的位置 這是一幅畫嗎 美得不像畫了 喂 還有兩個 水果 熱水 也是熱水 還有麵包 各式各樣的麵包 還有 果醬 調味料 Bacon 早餐訂上來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為要一起看這巴黎鐵塔 然後一起享受著這個 法式的早餐 我們要去找一下 到底有什麼設備 很酷的嗎 這是什麼部分 這是他們的餐廳的部分 我剛剛發現這樣非常正經的事情 原本我想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這整間酒店的一個內置 就是它有什麼樣的設備 結果 這裡的人跟我講 如果你要去做健身 你要走五分鐘的路 他可以給我望車 如果你要游泳 游泳池暫時關閉 也是要走五分鐘的路 如果你要Sona 也不在這裡 哇這個有嚇到我了 所以基本上這整間酒店裡面 只有房間跟大廳還有餐廳 然後呢 在這裡呢 你是基本上享受不到任何設施的 有一件事情呢 我一直充滿疑問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就是呢 為什麼法國人呢 這個國家 他們不是把燈 廁所裡面的開關 不是坐在外面 竟然是坐在 廁所裡面 What 你imagine你剛剛上完廁所 啊 舒服 然後你要去 洗手 洗手呢 外面也沒有 這邊也沒有 這邊也沒有 欸 洗手在那裡 你跟我來 我們去洗手 要走到 Buff Top這邊才可以洗手 這麼貴的酒店 讓我有一點非常失望 你看一下這邊 它的Buff Top裡面幾樣張 你看 你仔細看 這邊都是黑的耶 你覺得 你還了這個價錢 原本是想要舒舒服服的 泡個澡 結果你看到裡面 就可以你敢泡啊 So far你覺得這間酒店呢 三千塊一碗 值不值得 那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訂閱 分享 點讚 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